有跟佛教教 原来像有佛教国家 大学人一样 不是很 没有 没有 我没去过你一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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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那边吧 边缘 呃 呃 不太 不太 这个我知道 大概在 呃 南 西南 对 西南吧 对对对 呃 大概了解吧 大概在 不是很了解 往欧洲那边偏一点 啊 就是离西藏比较近吧 对对对 是跟佛教有关吧 对 对 那边佛教比较出名 然后旅游业比较发达 也没有 对就不是特别了解 没事 哎 那人挺朴实吧 这东西吃到就比较辣了 嗯 有点像印度那边的 嗯 他们最出名的好像是 就在我印象里是尼泊尔军刀吧 其他的我还就没有听说过什么 一个同学是尼泊尔的 往后呢 大家都相处的不错 感觉像是个佛教国家 但是也不太了解 往后呢 也希望跟大家那个更好的交流一下 对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是只听过这个名字 对有点呆 谢谢 我觉得他们人都就是挺挺挺和气 然后挺高兴的一天 啊 然后他们也就是挺爱 就是互相跟交流 然后工作我看也挺 就挺努力 跟中国人挺像 哎 最开始认识尼泊尔是因为 就是同学喜欢军事嘛 就是有那种尼泊尔军刀 所以知道这一个 就是由地名产生的这种 对对对 之后 呃就是他的那个宗教 就是佛教 对对对 因为那个 我母亲是信佛的 之后那个 他对这个尼泊尔和这个泰国 这种佛教的就是 认识比较多 就是 其余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谢谢 and care to subscribe us Thank you make sure to subscribe us ok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remember me ok See ya guys